真言三十章三十二节 你若行事于万,自高自傲,或是怀了恶念,就当用手污口 行事于万,是愚昧愚蠢的意思 自高自傲,是高举自己自高的意思 怀了恶念,是策划、设谋,或是考虑将心思定在恶事上面 用手污口,是指立刻停止愚昧的行为,和所怀的恶念 所以这一节的意思是,人如果受到恶念的试探,并不是罪 但是如果顺从恶念,以至于行事于万,自高自傲,就成了罪了 因此,神的话提醒我们,对付罪 最重要的是从心思意念开始 一旦有恶念兴起,立刻就要去制止他 用手污口,免得他变成了恶行 用手污口,免得他变成了恶行 修复,免得他变成了恶行